冠石公主号滞留在横滨港 7号一早却传出噩耗 一口气暴增40亿病确诊 让日本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疫区 被隔离的邮轮 船上一共占有3711人 针对其中273名高风险人员采集检体 共放了4天才确定 这一艘钻石公主号邮轮 1月20号从横滨出发 之后前往陆河岛 香港 越南 基隆 纳坝等地停靠游玩 但其中一名80多岁的香港男性乘客 1月25号在香港下船 后来发烧确诊 在船上密集接触下 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成了移动的海上超级疫区 距离结束隔离的19号 还有好长一段时间 虽然工作人员主动提供扑克牌等 供乘客打发时间 但由于部分客房没有窗户 等于长期处于密闭空间的居留状态 对中高龄者而言 可说是身心一大折磨 随着确诊病例 还可能进一步攀升 势必更加冲击日本防疫体系 暂地新闻金属会报道